全世界最神奇的十种番茄 番茄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 全世界有超过一万五千个不同的番茄品种 番茄不但有红色 还有绿色紫色以及黑色等多种颜色 有的番茄如同香蕉 而有的番茄则酷似南瓜 全世界最小的番茄 甚至比人的指甲盖还要小 番茄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有趣 本期视频 齐取醉套将为您介绍十种独特的番茄品种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十种 旅行者番茄 在琳琅满目的番茄世界里 旅行者番茄是最反常规的番茄品种 它与饱满圆润的传统番茄不同 旅行者番茄就像是许多个小番茄紧密地挤在了一起 整颗番茄如同大蒜 有许多不规则的半状结构组成 而且它的果实结构非常松散 你可以像掰大蒜一样 毫不费力地用手将整个果实分解成数十个独立的小瓣 许多人第一眼看到这种番茄石 往往会以为它是偶发的基因突变 其实旅行者番茄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家宝品种 它原产于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波利维亚等安地斯山脉地区 16世纪时跟随殖民者传入欧洲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这种番茄不需要刀具就能掰开实用 非常适合长途旅行师携带 因此被叫做旅行者番茄 旅行者番茄的形状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这种番茄的心皮在发育过程中不能完全闭合 因此整个果实不能融合成一个整体 每个心皮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小番茄 因此整个果实变相是众多小番茄互相挤在了一起 虽然旅行者番茄的外形酷似变异的怪物 但是这种番茄吃起来却有着老式番茄才有的醇厚口感 它的味道浓郁 酸甜适中 非常适合当作水果生吃 不过 由于旅行者番茄的种植成本较高 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小半容易脱落 因此这种番茄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 只有在一些园艺爱好者的菜园里才能看到它的身影 第九种 迷你珍珠番茄 作为一种番茄 它的个头甚至比你的指甲盖还要小 这种身材较小的番茄就是迷你珍珠番茄 迷你珍珠番茄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小的商业化番茄品种 它的果实重量仅有一到两克 直径约0.5至一厘米左右 整颗番茄的个头只有普通剩余果的大约二十分之一 由于看起来很像是圆润光滑的彩色珍珠 因此被叫做迷你珍珠番茄 迷你珍珠番茄是一种通过杂交技术育种的微型番茄品种 这种番茄由荷兰的Emman种子公司于2005年推向市场 这种番茄最令人惊叹的地方 就是它的结果方式 它的一颗果梗上往往能接触上百颗小果实 成熟之后 它的果实根据品种不同会变为红色或黄色 远远望去就像一串串宝马的珍珠 收获时 人们通常会将果实连同枝干一起摘下来 等到枝干稍微干燥 只需轻轻摇晃 一颗颗小番茄便会掉落下来 如同在收获一串串宝石 除了独特的迷你身材 这种番茄皮薄多汁 一口咬下去 汁水在口中爆裂 味道酸甜之间还带着清爽的果香 除了作为水果生吃 迷你珍珠番茄 还常被用来点缀沙拉或制作披萨等菜肴 如今 这种身材迷你的小番茄 在全球高端餐饮和超市中深受欢迎 它不仅让人们对番茄的大小有了新的认知 也证明了农业育种的无限可能 第八种 诺福克紫色樱桃番茄 番茄也能拥有如同蓝莓一样的紫色果肉 这种奇怪的紫色番茄 是英国诺福克植物科学公司开发的一种番茄品种 许多人第一次看到它时 往往很难将它和我们常见的番茄联系起来 其实 这种番茄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它是一种人工开发的转基因番茄品种 科学家将两段来自金鱼草的基因 引入到番茄的基因之中 这些基因如同开关 激活了番茄果实的花青素合成能力 提升了果实的营养价值 花青素是天然的水溶性色素 因此 诺福克紫色樱桃番茄便拥有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紫色果实 经过20年的持续研究 诺福克紫色樱桃番茄于2022年获得美国农业部认可 2023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用安全通知 之此 诺福克紫色樱桃番茄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商业化的转基因番茄品种 这种番茄的种子于2024年初在美国开首 每包10例种子的售价约为20美元 而且 购买种子时需签署协议 它的种子附带专利许可 获得种子后只能自己种植 它的果实以及果汁等衍生物全部不能用于销售 虽然这种番茄的花青素含量是普通番茄的10到20倍 并且得到了美国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 但对于反对转基因的人来说 诺福克紫色樱桃番茄是否真的安全仍然存在不少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蓝色番茄改变了许多人对番茄的传统认知 第七种 布拉德原子葡萄番茄 如果你只见过红色或黄色的番茄 那么布拉德原子葡萄番茄将会颠覆你对番茄颜色的认知 这种番茄是美国育种家布拉德盖茨 于2010年左右培育成功的一个番茄品种 它属于杂交选育形成的传家宝性番茄 这种番茄以炫木的果皮色彩和令人惊艳的口感而闻名 它的果实如同椭圆形的葡萄 长度约2至3厘米 单颗果实重约10至20克 没有成熟是 它的果实是深紫色并带有绿色条纹 随着果实的逐渐成熟 它的果皮上会迸发出粉红橙黄 以及古兰和深紫色的混合斑纹 每一颗番茄都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色彩艺术品 和常见的普通番茄相比 这种番茄的甜度较高 吃起来口感层次非常丰富 一口咬下去 首先是爆炸般的甜味 紧随其后的是一丝复杂的烟熏味 以及如同水果一样的酸味鱼韵 这种复杂的味觉体验 使得布拉德原子葡萄番茄 深受原意爱好者和美食家的追捧 在餐饮中这种番茄 既可以用来点缀沙拉 也可以和海鲜或烤肉搭配制作菜肴 尤其是烤制后 风味则更加浓郁 布拉德原子葡萄番茄 属于无限生长性番茄 它的藤蔓可达两米以上 从播种到成熟需要大约75至85天 2017年在美国举办的国家传家宝 博览会的番茄类比赛中 布拉德原子葡萄番茄还曾凭借卓越的 风味和外观获得过番茄类的最高奖项 如果你对这种独特的番茄品种感兴趣 不妨尝试种植一些来体验它所带来的乐趣和美味 第六种 黑美人番茄 黑美人番茄被认为是全世界颜色最黑的番茄 这种番茄以摄人心魄的紫黑色果皮 以及极高的花青素含量而闻名 与许多独特的彩色番茄品种一样 黑美人番茄也是美国育种家布拉德盖茨通过杂交选育而形成的番茄品种 这种番茄于2015年左右进入市场 凭借着让人惊艳的黑色外观和极高的营养价值迅速在园艺和餐饮界走红 它的果实为扁圆性 表面平滑 果入厚实 单果直径通常约5至10厘米 重量250至500克左右 在没有成熟时 它的果实表皮为深绿色至紫黑色 随着成熟度的增加 果实表皮在阳光的照射下迅速积累大量花青素 使得果实的颜色也更加接近纯黑色 完全成熟后 果实顶部仍会保持乌黑色或黑紫色 而果实底部和果身则会透出深红暗棕或者酒红色的渐变效果 虽然黑美人番茄被誉为颜色最黑的番茄 但是它的果肉却是鲜艳的红色 吃起来酸甜适中 口感多汁而紧适 并带有淡淡的烟熏味和葡萄酒类似的回甘 而且黑美人番茄的花青素含量极高 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健康蔬菜 也是高端餐饮中的理想点缀食材 能为菜肴增添一种视觉与味觉的奢华感 第五种 白美人番茄 白美人番茄拥有如同珍珠一般的白色果皮 是最接近纯白色的番茄品种之一 而且这种番茄及时成熟后 果皮仍会保持柔和的奶白色光泽 就连它的果肉也是罕见的乳白色 因此 见惯了红色番茄的人 往往很难将它和印象中的番茄联系起来 白美人番茄其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番茄品种 它是农民和原意爱好者 经过长期选育的番茄品种 由于这种番茄中的番茄红素含量减少 于是便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白色果实 并且 这种番茄的酸度非常低 吃起来口感柔和 甜美多汁 并带有一丝柑橘的清心 19世纪时 白美人番茄曾因独特的外观和口味而广受欢迎 当时甚至被人们视为番茄中的珍品 不过 进入20世纪之后 白美人番茄逐渐被更容易运输和保鲜的番茄品种取代 直到20世纪70年代 这种番茄通过原意展览等活动 才重新进入了公众视野 如今 这种番茄在家庭圆艺和高端餐饮中广受欢迎 它不仅能成为菜园里的独特风景 而且这种番茄还富含多种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 在高端餐饮中 它常被用来点缀沙拉或制作白色酱料等 能为菜肴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与味觉体验 第四名 绿斑马番茄 如果番茄是绿色的 你会喜欢吗 在众多独特的番茄品种之中 绿斑马番茄 以醒目的绿色果实文明 这种番茄 是美国人汤姆瓦格纳通过杂交育种 于1983年推出的番茄品种 它的果实直径通常约4至6厘米 单果重量80至150克左右 在没有成熟时果实为青绿色并搭配深绿色的斑纹 随着果实成熟度的增加 果皮的颜色会逐渐从青绿变为黄绿和深绿色的不规则斑纹 这种独特的果皮颜色很容易让人想起斑马身上的纹路 因此这种番茄便被称为绿斑马番茄 而且这种番茄即是完全成熟 它的果肉也仍然保持绿色 不过让人惊艳的是 绿斑马番茄吃起来口感脆嫩多汁 甜酸适中 吃过之后还能感受到一丝干剧的清香与草本的余韵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 绿斑马番茄常常是烹饪中的秘密武器 而对于原意爱好者而言 这种番茄是菜园里最靓丽的风景 第三种 香蕉腿番茄 你吃过这种外形修厂 形状神似香蕉的番茄吗 这种被称为香蕉腿的番茄 是一种通过杂交技术选育而出的番茄品种 这种番茄于1984年进入市场 它属于限定型灌木状番茄品种 它的植株紧凑 高度通常仅有一至1.2米 因此 这种番茄既适合种植在菜园 也可以移植到花盆里摆放在阳台上 它的果实长度通常约10到15厘米 直径3到4厘米左右 单果重约80到100克 成熟时 它的果皮会从翠绿色转变为明亮的金黄色 果皮上偶尔还会点缀着浅浅的橙色条纹 看起来酷似一根根挂在藤腕上的迷你香蕉 这种独特的外形 也使得它成为了许多园艺爱好者们 争相种植的网红番茄 而且这种番茄果肉厚实 种子较少 吃起来口感甜美 几乎没有酸味 非常适合生吃或制作成黄色番茄酱 第二种 蘑菇兰番茄 蘑菇兰番茄是一种来自俄罗斯的番茄品种 是俄罗斯及东欧部分地区 最受欢迎的番茄品种之一 这种番茄以独特的外观和温和的口感闻名 它的植株高度可达1.8米 果实为扁圆形 表面布满深邃的褶边 因为看起来很像当地人采摘蘑菇时 所用的柳条兰上的褶皱 因此被叫做蘑菇兰番茄 这种番茄成熟时为鲜亮的西瓜红色 单果重约200至450克 它的果肉厚实 汁水丰富 而且甜度较高 吃起来甜美温和 并带有轻微的果香 除了鲜食 当地人也常用它来制作沙拉或三明治 在一些高端餐饮中 这种番茄也尝试菜肴中的主要食材 由于外形独特风味出众 蘑菇兰番茄深受番茄爱好者们喜欢 无论是种植在菜园中 还是作为观赏植物移栽到花盆里 这种番茄都能为生活增添一份独特的色彩和乐趣 第一种 伯克利日落扎染番茄 伯克利日落扎染番茄是一种杂交旋育的番茄品种 它以迷幻的彩虹条纹和新型的果实形状文明 它的果实为细长的新型或块状新型 单果重量通常约200至400克 直径6至10厘米左右 属于大果形番茄 这种番茄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的颜色 它的果皮上交织着紫红深棕以及黄色和绿色的斑纹 看起来就像是扎染过的布料 也像是洒在画布上的夕阳余晖 极具艺术感 除了独特的果皮颜色 这种番茄的果肉同样色彩丰富 切开果实 红色金色以及绿色的纹理混合在一起 咬一口甜中带酸汁水充盈 并能感受到淡淡的水果香气 由于果实大而厚实 因此非常适合制作沙拉以及三明治 伯克利日落扎染番茄的植株高度可达两米 它会在整个生长机里不断地开花结果 因此需要坚固的支架来支撑 但是这种番茄对温度要求稍高 更适合在温暖的地区栽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